相较于上周天气忽冷忽暖 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这一周天气就相对稳定 尽管是受到了辐射冷却的影响 日夜温差大 不过早晚天气还是会有一点冷 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变化又会是如何 我们请记者邦彦告诉大家 相较上周天气忽冷忽暖 这周天气相对稳定 这周日以前台湾冷空气较弱 气候多为晴朗道多云天气形态 不过受辐射冷却影响 日夜温差大 早晚冷 民众出门务必多穿件外套 7号到12号天气大概都是一个 炎热稳定的情形 只是有些地方还是在淫风面上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飘雨的情形 不过那是蛮局部的 然后到13号我们有看到另外一波雨会下来 那个高压会出寒 然后我们受到那封面的影响 所以到时候13号温度可能会下降 一点点的情形 从7号开始高压整个都已经冬退了 我们可以看到吹的是比较偏东风跟东南风的一个情形 然后到13号的时候才会有另外一波封面 然后一个高压系统影响到我们 所以这周的天气 其实对花园人来说天气蛮稳定蛮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从7号开始 温度都高温都蛮高的 所以可以看到来24、25度一个情形 在夜晚或是清晨的时候 因为没有云所以浮射冷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所以我们温度早晚还是比较偏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早晨大概有些地方可能温度还是蛮低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要看到13号开始就有系统来影响我们 所以13号我们的高温大概会降到19度 然后低温可能会更低一点点一个情形 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 如果它是一个没有云的时候 晴空比较没有云 然后就会有浮尘冷却的一个情形 12日周日晚间封面抵达 冷空气南下 全台天气将明显转变 气温骤降 水气也增加 近期天气变化快 提醒民众穿着注意保暖 可以把握这周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接着蒋邦彦华联系报导